接下来把视线转回北京 昨晚 微影先热的日本影片《小偷家族》 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发布会 中川雅野和左左慕美杰等主创赖话造势 当众感谢广大中国影迷对影片的支持 当晚的首映活动上 中川雅野邪小演员左左慕美杰 亮相现场与中国影迷见面 看见热情的中国影迷 他们难掩兴奋之情 当晚 管虎 梁静 文墨野 教授易小兴 史航等电影人也赶来作战 观影结束后 他们不约而同送上好评 残酷而又温暖的一部电影 然后非常地动人 我觉得我们在感受 他的社会生活的真实的同时 也能每个人都感觉到 做人的一种温暖 网络上现在大家随便什么事 都在说我朋友里单的一句话 叫人间不值得 但我觉得史之一和导演的电影 就总是在跟我们说 细想起来人间是值得的 所以这个电影也是值得的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电影节期间 小偷家族第一次跟中国影迷见面 就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 眼下这部影片在猫眼上的想看人数 以丝毫不逊于同期商业大片的想看人数 绝对是部胃硬鲜热的佳片 我觉得这部影片 它在国内获得的这种高的观众度 是有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方面毫无疑问 嘎那的最高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同时我认为日本电影在中国观众那边 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的 这首先是来自于日本跟中国 从地缘文化上来说 它毕竟都属于东亚文化圈 它在这个它的一个伦理 它在这个情感的一个方式上面 都有很大的一个接近性 可能它未必能够从票房成绩上 能够去跟像西红柿首富 或者说这种狄人节可能会去比 因为它本身的定位非常不一样 我不愿意用数字去衡量 但我认为它是有很大的价值的